這件事就是一個烏克蘭人的抉擇 現在海外的烏克蘭人 有些人竟然在外國住了十多年 其實是 現在竟然要坐飛機去波蘭 再戰俄羅斯 竟然是這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有些人是不思考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現在有些人都離開烏克蘭 很多百姓都離開烏克蘭 離開戰火 不是的,有人要回去 其實有人屠爛話之理 有人留夜赴戰場 現在還有那些人是阿伯來的 他們怎樣的呢 一百年多 阿伯去做炮灰 不要浪費 他們自己自願的 我不是笑他們 他們自己自願要去 他們是這樣的 一看到有些小朋友死了的照片 就哭了 同情心湧上來 那不行了 一看到Facebook 要新章正義 要新章正義 他就立刻要去幫忙打一場厲害的事 他就即時買了一張機票 去華沙 再由華沙去Luv 那個地方 Luv 那裡沒有戰火的 那裡沒有戰火的 是在 不是沒有戰火的 有 有戰火 俄羅斯是有炸的 是有Shellin的 有炸到那裡 有炸到那裡 很早一開始已經有炸 有導彈和火箭射到那裡 以目前為止 那個情況就沒有在東邊的炸到熔熔爛爛 我看電視還有記者在那裡 還有很多人在街上走路 是啊 我告訴大家 其實 現在那些人很多時候都是蘇聯時代出生的 其實就是 九一年 這個人的哥哥就是63歲 九一年的時候 他就離開了烏克蘭 就去到紐約那裡住 那麼去到紐約呢 他就開始穿牛仔褲 原來蘇聯就禁了牛仔褲 不准穿的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其實是真還是假 我也不知道 他說他以前是在蘇聯不准穿牛仔褲 那我相信 有可能都是買不到的 不夠錢買 那 那 還有呢 就是 現在 其實他來了紐約 其實是三十幾年 他有三個小孩 其實 當然 就是 三個小孩 有兩個老婆 其實 還有一個 三個小孩 有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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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小孩 十一歲 他自己 六十幾歲生 十一歲的小孩 還要去烏克蘭打仗 你說這個人是不是不准穿牛仔褲 對不起我不想這樣說 I'm so sorry 但是 對不起 我看到這個報道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人也是准穿牛仔褲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究竟他說什麼 那 他 現在 應該會再回去支持 這個 Vrodemir Zelensky 就是這個澤連斯基 那另外 還有 一位大姐 一位大姐 就是37歲 他就是數據科學家 Data Scientist 他在紐約工作 那 都有可能會回去 那 然後 不知道怎麼幫忙 但是他又會幫忙 那 然後還有一些 工程師 在新澤西州 都說會回去 那 有些人已經回去了 那 有個 同志傳 就回去了 叫做 Bogdan Grober 現在33歲 本來就住在 曼克頓 其實是有錢仔 那 他現在就在 這個波蘭邊境那裡 就幫忙 哈哈哈哈 走了 就是本身 本身是烏克蘭人來的 然後還有 哇 厲害 哈佛大學畢業 做 做 創科的 那 離開了 這個 直谷 嗯 就去 那個 全歐洲最大的 那個 核電廠那裡 哈 就是已經是去打 打的了 那個地方 就是現在 俄羅斯人控制了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中文就叫做 哇 我也忘記了 扎波羅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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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扎波羅 是啊 他又去了 那麼 他就說他是很害怕 但是不要緊 我也照樣去 這樣 就去吧 那 當然 現在 厲害到 不得了 他們現在 其實很多烏克蘭人 在海外 但是 我是 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麼 你已經走出來 都要回去 就是去 去打 我自己覺得 這一場仗是很沒意思的 因為 你的國家越打越難 根本 你一開始是不能贏的 我的看法就是 現在應該是用和談的方法去解決爭端 因為你越打越難 其實普京基本上 坦白說 有些人就是普京輸硬 西方媒體全部都說輸硬 事實上不是這樣 事實上是贏硬 他自己也很傷 但是他一定會贏 他在軍事上一定會贏 你根本是不能打的 問題是 那麼 有人會說 你這些就是漢奸 這些就好像 這個叫做 汪精衛 是不是 但是現在那個爭端 那個爭端 就很簡單 那個爭端其實就是 現在爭端就是 你親西方還是親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就覺得 你親西方就不多妥 因為他就沒有了一個緩衝區 那你做中立國就可以了 其實本來就簡單一點 你做中立國的話 很多事情都可以處理得到 對不對 你做中立國的話 兩邊都可以領 對不對 如果你兩邊都可以領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其實這個現實就是 嗯 但是 現在的情況就是 他們把這件事情 變成了正義和邪惡 烏克蘭那邊 他們是這樣說的 就是 如果現在不趕走俄羅斯人 你就是邪惡的 其實 還有 有些人其實 是想走的 但是走不了 男人是不必走的 他就 不可以 是 所以 這個地方是很難搞的 現在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呢 所以 也有人 男扮女的 打算過境 怎知道被人周到 拍了相片 放了上網 很可憐 就是 有男人扮女人 想離開這個國家 真的無可厚非 老實說 打仗這麼恐怖 誰不想走啊 但是 現在有很多人 根本都在外國長大 他根本 都不知道 烏克蘭是什麼 他是有記憶 他有個記憶的 可能十幾歲之前的記憶都是在烏克蘭 但是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沒有在烏克蘭 他也想回到烏克蘭 跟他打一餐 還有 有個叔叔 有個哥哥 他是拿了三千多元去買 那些軍用品 神經病 在新澤西那裡買 買了一大堆 夜視鏡也買了 頭盔也帶了 其實那些軍用店買的東西 是否真的可以打仗用 我其實很懷疑 一件事 就是 我不明白 你又要買軍裝 買蝦 蝦那些 可能真的可以 要自己帶東西去打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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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現在他還有 說可能要 買一些 AK 回去 這樣 是啊 是啊 還有 要買一些皮帶 跟AK 兼容 才可以 他專門買一些軍用品 就是蝦 眼 和耳的保護裝置 還有 還要買一些 腳粉 叫做 Food Powder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 腳粉 可能 穿蝦 會有香港腳 那些 要帶一些藥粉去 其實 最瘋的是 有一些 做醫生 他都想著回去 是啊 回去 去救人 就是這樣說 愛國情操 愛國情操 我就很佩服他們 就是 你不能質疑他的 愛國情操 但是 我就覺得 喂 你現在這場仗 其實 是不是應該 大家盡量和談去解決呢 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 真的要繼續打下去呢 我是 說真的 我本身也是 不是很支持打仗的人 我覺得 不是吧 你紮連司機 其實應該說 如果 為了整個國家的安全 他應該出來跟大家說 喂 你是不是要我下台啊 普京 你要我下台 你可以不炸 那些平民設施 你應該說這些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李康康就說 雜牌軍東征死定 我不知道 這個真的有趣 那 蕭鋒蕭就說 腳粉是自 trench food 不知道trench food是什麼 我不知道是香港的腳 腳癩那些 我猜 其實我不懂 但是 現在大件事了 現在看到 有很多人 就自己衝過去 其實 有些人還是沒有軍事訓練 就是我看到 我呆了 沒有軍事訓練 就是他沒有軍事訓練 是啊他只是開水槍而已 糟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麼打啊 大哥 你不要跟我說 你 你這樣 你駕駛一個 Super Soccer 你去 你不是玩東西 是不是 他只是玩東西 是啊 是啊 不過不是的 他這個人 就拿了兩萬元美金 去買這個 買這個 那些資源 還有有人捐錢給他 其實就是 就是他 還有其他那些 就是 紅香 就叫他做 美國人 叫他美國仔 這樣 其實就是這樣說 你說要打下去 也有道理 其實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有些人說要打下去 其實他們也有道理 有些人說不要打 他們也有道理 就是有些人就說 哦 你們這樣沒有立場而已 其實 坦白說 這是悲劇來的 我真的不想他打下去 說真的 實際的情況就是 你看自己 你看自己現在 每個月要多花多少錢 去入油 花多少錢去 買送 快點停 是啊 很激烈 你停不到 其實 問題就是 如果他繼續打下去 那通脹是 隨便升上去 搞不定 其實是 所以 我的看法就是 希望 他們快快快和解 就是 和解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俄羅斯自己也會洩水 其實美國人 很簡單 美國人現在不斷派那些 單兵武器 每一支炮 那些N-Law貴極就是 四萬元美金一輪 一輪 一架坦克多少錢 俄羅斯要做一架坦克 不是四萬元美金那麼少 你說那些蘇聯剩下來的 但是很麻煩 這個情況就是 難搞得不得了 有什麼好處 那朱應新就說 扎尼斯基不可能妥協 那他當然是不可能妥協 但是西方其實是要他做遮憾 現在所有人都看得到這件事 沒錯 他做英雄很習慣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下台 其實他也覺得自己做遮憾 他硬撐下去而已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說幾乎那些人全部上去打 其實就很嚴重的 當然 人類反抗也都 我也覺得是有道理的 烏克蘭人反抗也有道理 我自己 覺得這個悲劇的地方 就是每個人都有道理 俄羅斯去打烏克蘭 其實他也有他的道理 對 你每個人都有道理 其實代表一樣 就是每個人都沒有道理 根本沒有必要打仗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沒有道理 結果就是 我這樣說的話 你說你這樣說也可以 不是的 事實上來說 歷史問題太多了 很難判斷哪些人適合哪些人適合 就算你說西方有沒有適合 其實說真的 我也不覺得西方適合 現在是 西方很簡單 他有一個北約 他做防禦的 當然 蘇聯那邊 解體了之後 俄羅斯就說可以解除華約 解除華約之後 美國佬和西歐人 他沒有解除北約 沒有答應過你的 你要求而已 他也沒有答應你 是不是 你說他東礦這樣才算 你現在看看東歐國家 全部親歐洲 或者加入歐盟 全部的人過得好幾多才行 是不是 即是GDP又好 人民的所得又好 人民的健康又好 很多情況是 你說追求幸福生活有沒有錯 即是東歐那些人 我覺得沒有錯 所以你說 現在你說 有些人說 道理只是一方佔了 道理其實不是 我覺得 我到現在也是認為 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 你不能怪那些東歐國家 追求更加好的生活 即是東歐國家的人 譬如波蘭 捷克 斯洛佛克 羅馬尼亞那些 羅馬尼亞就不是斯拉夫人 但是 其他西斯拉夫 那些語言的地方 根本上是傾向歐洲 即是一 蘇聯解體之後 基本上就是 所有地方 都是以加入歐盟為目標 加入北約為目標 是不是 沒有啊 這個就是 我的看法 即是我操淺的看法 就是 你不能夠怪一般人 想過好的生活 即是俄羅斯 他有些事情 我自己都覺得到現在 他有些事情都是霸道 即是別人親西方 他沒有辦法 他 你又給不到好處的人 對不對 那他當然是給到好處的人 對不對 對 對 沒錯 即是 呃 有些人說 習連司機不可能妥協 其實 他為了 人命的話 其實他是要妥協的 因為現在 俄軍他動手 現在是越打越狠的 因為其實很容易 人家的媒體 他拿一些 很簡單的 他拿一些衛星圖片 就已經知道 是不是打得狠的 譬如說 那些商場都炸到爛了 那你說是不是打得狠 我操淺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麼 那麼 Raymond Zhang就說 打仗就是燒銀子 否則 美軍就不會撤出阿富汗 但是 我也挺肯定 就是美國在阿富汗 他到最後 都不用怎麼蝕水 我的看法就是 他都不用怎麼蝕水 對他們來說 其實 不是這麼大影響 因為阿富汗之前的央行 那些錢全部都扔在美國 是啊 那麼 那麼 ET就問了 新西蘭計劃 侵吞俄人之策 不是侵吞 它叫做凍結 不是侵吞 它不是充公 它說是 暫時要凍結 其實暫時凍結 這件事 你打仗的話就會 是沒有辦法的 其實現在西方和俄羅斯 嚴格來說是在打仗 普京也是這樣說的 你再制裁就要打仗了 就是這樣 Virginia井說 戰爭是殘酷的 令到生靈塗炭 民不療生 經濟大壽破壞 是沒有辦法 很慘 Terry Chand 說 它講的一定要這樣講 但是它都要妥協的 它都要妥協的 否則它都不用去找 他現在有派人去去找 他一定要拿些交換 其實它已經放得了封的了 有關烏克蘭東部的主權問題 它是放松的 不過要怎樣談呢 都是要看他們的那群馬仔怎樣談 還有他們要拿什麼出來交換 James Ho 說最終會打到整個敘利亞這樣 那又未必俄羅斯打敘利亞呢 即是打那些叛軍呢 是很狠手的 那些叛軍呢 打政府軍也是很狠手的 但是你今次看到的情況呢 其實大家都有點保留 其實大家都不是完全出力去搏 不殘忍就不是 但是你說是不是出盡力 其實如果真的出盡力 未真的出盡力 未真的出盡力 兩邊都沒有真的出盡力 整個戰士過了大約兩個星期 雙方的高層已經見過三次面 對 很不同 其實現在最殘忍就是這樣 即是你高層那些人呢 就 有得渣炮的 下面那些人就打餐死 下面的人就打餐死 那有什麼意思呢 上面在談下面還在打 是啊 其實是很慘的 即是那個情況是 還有 即是這樣說 在烏克蘭的人 他們現在其實根本 沒有得正常生活 現在是 即是 有些人還說 香港政府做得很慘 很差 其實 不是 你可以說 不可以跟最殘忍的相比 我不是跟最殘忍的相比 但問題就是 即是有些人的思想 在香港就是想做烏克蘭的 你也要知道 那些人是不會跟 他政府合作的 你也要知道 對不對 對嗎 那 濟公祝妖就說 西方有超級追擊手 超級追擊手 去了幾乎射俄軍 那有可能有的 有可能有的 因為有些 即是 有些人是會自己去的 有些人耗戰 有些人耗戰 他喜歡練一下槍的 有些人是 所以 難搞到不得了 所以現在很難搞的 那 即是當然 實際上 俄佬的情況 他們是不會停的 因為已經細濕了頭 他們是停不了的 即是 即是你說 俄佬他們 實際上 那個 力量投射 是不是真的很有效呢 即是 現在的西方人 其實看到 即是 他們就覺得自己 他們就覺得 俄佬那個 力量投射 做得很弱 即是根本 跟蘇聯時代 沒有什麼進步 好像在打二戰 那些人就說 那個情況 還有 你看到 經常有一幅照片 即是經常在媒體上報 有一條車隊 中文媒體就笑它為 長蛇陣 但為什麼一條車隊動得這麼慢 現在也有不同的視頻出來 那些車隊中間有些車 被人偷襲 有些再醜點 有些被農夫拖走了 偷走了 其實就算 裏面有人坐 喂 你坐在這裏 這麼久 這麼多天 寒冷都寒冷 寒冷了 因為 寒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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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零下十幾二十度 那些地方 很冷 所以 爛弄得不得了 這次戰爭 也是暴露了 俄羅斯軍隊的 水平 在哪裏 事實上真是 落後 相交為落後 相對落後 不過不同的 如果看美軍打 一輪空襲之後 才做地面 俄羅斯這次 只有地面戰 海戰不是炮擊 早就已經封鎖了 港口封鎖了 主要是在地面上打 沒有辦法了 現在的情況 有些人都是 我的看法是愚蠢 不過 有些人就覺得他們很愛國 但是 打無謂的戰爭 是不是真的愛國 其實我一直都很懷疑 很無謂 你講回之前 布京 他的軍事目標就是 他講了 並不是要佔領這個國家 那你打來幹什麼 所以 我不相信他講的 所以我也要講 那我就不相信他講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最初都說不打 結果又打了 他不是要佔領這個國家 要來做什麼 他就算不佔領這個國家 他也要佔領起碼大部分地方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他也要搶回一堆地方 也要搶回一堆地方 這個 沒辦法了 現在看來都是很久 其實 有很多人分析一件事 其實 俄羅斯真正的問題 其實就不是在歐洲那一邊 其實 沒錯 幾乎可能會很親西方 但是 坦白說 西方他們能不能夠 將大量的 導彈 那些東西 放在北約國家那裡 其實他們都不行 因為現在 那些衛星都看得到 他們一定會有武器 其實武器就一定有 但是你說他們可不可以 大規模部署大殺傷力武器 在俄羅斯周邊 其實也沒有一個必要性 因為現在還有洲際導彈 他們放在哪裡都可以 其實有些思維是 是不是過了時 我是很懷疑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他們一定要有一個緩衝區的思維 是不是過了氣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有沒有必要再要一些緩衝區呢 這個思維是 我覺得是過了時 但是你說有安全關切 如果俄羅斯有安全關切 那他們真的有安全關切 那大家坐下來談就行了 要不要打仗 要不要動刀槍 雖然俄羅斯就說 我們跟美國都說過很多次了 就是這樣說 但是 當你的經濟實力還沒到位的時候 他採用你的生芒果 對不對 其實到最後 講到最後 你就是講自己的經濟實力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自己很粗淺的看法就是 你那個經濟實力都沒有的時候 那你說什麼呢 對吧 他真的採用你的生芒果 他不會理你 不過這個是我很粗淺的看法 不過有些人就不是這樣看 當然是 他就覺得 有些事情應該 在戰場上 真刀真槍解決了 但是那個情況就是 如果你真刀真槍 那其實 受害的人就很多 受傷的人也很多 從一個人道的立場來講 這個絕對是不理想的 我粗淺的看法就是 還有 還有一件事就是 俄羅斯 其實 要做的事情 國家要處理的事情 實在太多了 其實西伯利亞地區 你是不是真的 好像現在這樣 有需要有這麼多人 住在西伯利亞地區呢 其實沒有什麼必要的 那些地方 就是沒有人 他有人住 他有人住 他那些城市到現在 都是有人住的 而且那些城市的生活 指數很高的 而且是要 莫斯科很多補貼 放到西伯利亞那邊 是補貼過去的 其實現在是 其實他這種做法 其實 說真的 如果用一個商業的角度 去經營的話 是不行的 你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就是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當然你說 那不是他一個國家 他不算商業的 但是一個國家 都不能夠不算成本 你都要做市場經濟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 如果一個國家 就是好像俄羅斯這種大國 你不可能不用市場經濟 到現在都是去搞計劃經濟 那些其實 不可以 就是太多補貼 那些 不是 還是蘇聯思維 某些是 其實他不解決這個問題 都是很麻煩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當然我會操錢 遲些有機會再說 因為 其實西伯利亞那裡 其實如果 我自己覺得 你看回西人是怎樣做的 尤其是 Anglo-Saxon 他們對於 那些 苦寒 不適合人住的地方 他們是怎樣做的呢 他們就是 有需要的時候 才找人進去做事 沒有需要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回到城市居住 舉個例子 有兩個地方是類似的 不需要長住 就好像加拿大和澳洲就是 澳洲 中間很大 沙漠的 那些人要怎樣上班 那些人上班 那些人上班 就坐飛機回去 那些小孩子要讀書 家人要上其他工作的 就住在沿海的城市 那些適合人住的城市 要上辛苦工作的人 就坐飛機進去 那些辛苦工作的地方 只是去工作 做一個星期就出來 其實 俄羅斯 他都可以用同樣的模式 因為其實加拿大也是這樣的 加拿大那些很冷的地方 那些人都是Fly in fly out 或者是 只是要工作那段時間 才去那個地方 然後其他時間 就不管了 那個地方 有得他的 我的看法就是 所以 俄羅斯的戰略思維 其實沒有與時俱進 你看到 其實普京的戰略思維 沒有與時俱進 我操淺的看法就是 你看看中國 四圍都有人 搞事 是不是 會不會去動手打人 是不會的 四圍都有人搞事 你動手打人 沒有必要 因為 你如果有導彈兵 到處射都可以 是不是 根本都不用 根本都不用 擠在你邊境 其實就是 所以 其實有些都是俄羅斯自身的問題 不過我們有機會再分析 因為 他用這種 蘇聯時代管西伯利亞的方法 繼續在俄羅斯承傳下來 其實是不行的 他們的操作很有趣 到現在都是 那些西伯利亞的城市 他還是有很多人住在那裡 還有工廠等等 但是 有些事情是可以自動發揚他做 因為科技進步了 是不是 還有 你要人的 因為他們 嚴格來說 俄羅斯 很粗錢的看法 他們 基本上 核心都是在歐洲那邊 在莫斯科那邊 是不是 亞洲那邊 沒有什麼人 人不多 那邊 就是 相對於歐洲那邊 歐洲那邊 人少很多 亞洲那邊 是啊 謝飛就說 中國青海都是長期補貼 但是青海不同 為什麼青海不同呢 青海現在 那個發展模式 亦都會搞一下搞一下 都是不用補貼的 其實 那個現實就是 有些事情是會改變的 就是不用長期在一個地方 有大量的人在 不過這是我粗錢的看法 就是 青海那些地方 其實 就是這樣說 有些是資源 就是很多資源的地方 其實 你可以用機器人 去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遙距去控制 有些人根本就不需要 在那裡聚一大班人 因為其實真的沒有必要 這個模式是會省成本一點 你可以說 有些地方都不是 譬如新疆那些 為什麼會 都是要很多補貼 其實新疆那裡 其實現在 有些城市都不用真的 怎麼補貼 我知道的事情就是 它的生產力是 提高到一個位置 就可以不用補貼 但是西伯利亞其實 沒有可能提高生產力 去到不用補貼的程度 這個是我粗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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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遲些有機會再說 好嗎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就是這樣 拜拜